我要去幹嘛呢 我要去看房 擠從天降你知道嗎 這個就是 這個主卧 現在真的是笨蛋陸佩 我要給你們看一下 你看我今天真的糗到家了 大家好 我是肖肖 今天只有我一個人 孩子們都去上學了 老蕭在給你們寄那個宅配的壓貨 實在來不及了 然後只有我一個人出來 那我要去幹嘛呢 我要去看房 買房嗎 不是啦 是要去租房 家裡面不是有房子 幹嘛還要租 所以先跟你們講一個好消息 今天的影片開始之前 請點贊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喔 前兩天影片的留言區 跟我說很想消罷消嗎 一直都有留言啦 然後我就一直在想 去年他們回去的時間是 今年的二月份 上次他們回去的時間 是今年的二月份 因為佔用了今年的額度 我一直都覺得 應該今年是沒有時間了 後來我就想想看 要不行的話 就打個電話到移民署再去問一下 看還有沒有時間 如果有時間的話 就把他們再接過來 然後我昨天跟移民署聊過以後 發現台灣的政策也太好了 他說因為我上次延期是在去年的那個時間 所以佔用今年的這兩個月的額度 也算去年的 不算今年的喔 也就是說 今年他們最多還可以待六個月 喔 喜從天降 你知道嗎 我當時都激動死了 後來就跟小爸小媽聯繫 他們一開始是不願意過來啦 因為老蕭現在在創業 過來也不太方便 害怕給我們添亂 我就說老蕭現在有自己的事業 就當他在上班 我說因為我的YouTube頻道也是我的事業 那我的事業需要我經常出去走走 上次帶他們過來的時候 完全是幫我們家裡面在一直忙 都沒有時間真正的好好的去玩一下 我說我下面可能就會忙自己的事業 老蕭的事業自己也不如了 慢慢的步入了正軌 那我的事業就是需要出去走走 那既然我要出去 那也就順便帶上他們 然後一起再感受一下 台灣的風土人情和美麗的景色 關鍵是想孫子孫女了 他們好像有點被我說動了 昨天我跟老蕭在商量 因為家裡面現在設備啊 包括冰箱冰櫃添加了很多 他們原來住的那個房間 也被我們堆了很多的雜物 害怕他們住過來以後 會有點覺得擠 要不要臨時的給他們去租個房子 讓他們在這邊就是待幾個月 所以後來我們就在網絡上面找了一下 離我們家很近的一個社區 在圖片上看好像還蠻好的 但是現實當中到底是怎麼樣 包括租金是多少 我現在心裡面也沒數太高的話 雖然小爸小媽會承擔 但是他們老的思想可能是額外的一個花銷 如果太多的話 估計他們也不會願意 所以就先過來看一下 看一下到底怎麼樣適不適合 走吧 跟房仲約好了 我已經車停在這邊了 在等他 老蕭說全全由我出面代理 然後看看怎麼樣回來再跟他溝通一下 我們去看房 因為我不太了解 我以為套房就是整個一套 後來我問了我朋友 他說沒有 他說是帶洗手間的 就衛生間的那種才叫套房 他這個就是有共用 有些是共用玄關 然後是共用客廳跟廚房的話 是算分租 分租 我知道了 那個有就是其他的有分租出去了嗎 還沒 也都還在去約 因為我才15號刊登的 剛剛刊登 所以你們要租的話 面上的群體是什麼呢 如果分租的話 是男女都租 憲女生 憲女生 他倒是可以養寵物啦 可是就是要寫寵物條款 好 進去穿個鞋套 我剛剛還不適合 還把鞋套寫到 好啊好啊 這邊有鞋套 好啊好啊 他分租的意思就是 如果是租是租一間 他有三個房間喔 對 他的格局有點像租給學生的那種耶 然後這個區域就是公共區域 包括這邊 然後這邊是 我看一下廚房 我主要看中的就是有廚房 對 女生有時候男人也要 對 因為我們家有小朋友 會想要自己做飯 這邊是洗衣間 洗錯工 晾衣的也是在這裡喔 對 這邊好像有點不太方便耶 陽台稍微小眼 對 就晾衣服的那個 好像應該是 不好弄齁 他是卡在空調這邊 不過他有 他有分 因為他是四 這邊 他有分那個 嗯 他有分那個 他有想到說 那個 他現在只有這一個陽台 是吧 對 好 了解 希望其中有眼睛 喔這個就是 那個是主臥 這個主臥齁 主臥的床也只有那麼小是不是 對 他沒有提供商人床 喔怪不得 你跟我說說 如果兩個人住 可能要租兩間房 就是自己要是帶床 也不行 就換成大一筆 對 要可以討論是吧 嗯 這個就是 這有一個浴室啊 這是浴室齁 然後有浴缸 有浴缸的 喔 這個就是屬於 裡面價格的套房 12900的那個 12900的 12900的 也是有空調 大金的喔 大金的 看起來真的很好 那這 真的 因為他們兩個小孩 還有一個老婆 本來是要自己住 後來可能工作就是 沒有在這裡 派到出國去了 喔 所以 標準本來都是 像自己要用的那個 標準 高標準 喔怪不得 那他房東現在就是 不在台灣 沒有他這以前有在 喔有有 他這禮拜有在 這禮拜剛好回來 喔是這樣的 所以 冒妹問一下 你要的話 使用者是兩位是這樣 呃 我現在就是 最少是兩位 因為我剛才有探說 有沒有打折 他說 只會少一點點 好啦 行 那我再考慮一下 信誓旦旦的跟人家講 不用人家送我下來 哇 可是我迷路了 剛剛 剛剛被困在一樓 他需要感應才能出去 我說我沒有感應卡 唉 可是有一個朋友跟我說 只要用手感應就行了 手指啊 手掌扣一下就行 然後 我很開心的出來了 雖然沒有到一樓 我說我找到停車場就行 可是我方向又走返了 剛剛走到那邊去 明明在前面 我又返回來 我真的太傻了 每次出來都是跟著老蕭後面 什麼都不用管 突然發現一個人出來 真的像探險一樣 傻也不懂 傻也不會 之前還說自己是老牌路配 現在真的是笨蛋路配 還是心境路配吧 我老實一點 明智的決定 好多東西都要學習 停車場在哪裡 剛剛緊張的 車的雙閃燈又沒有關 停車場的師傅跟我講說 你的燈一直在閃 哈哈 我發現真的 離了老孝 我傻也做不好 好笨喔 停車場在哪裡 我剛剛好像就是從這邊有口進去的 有看到保全了 應該就是這裡 剛剛停車停下去的零停 機車嗎 沒有汽車 我怎麼下去 我可以走 B1嘛 對啊 B1 那個洗手台旁邊有電梯 啊洗手台旁邊電梯 是不是 啊好啊好啊謝謝 這邊入口不給勁啊 還得走那邊去 洗手台 啊有看到 洗手台在那裡 啊要進去了 啊 我婆婆說 出來探險 就會處處有驚喜 或者驚嚇 啊 果真不錯 好了 安全進入 不過還好啦 我找到了對不對 路在嘴下 哈哈 問一下就好 而且台灣有那麼多熱心的人 你不會走丟啦 安啊 啊 可是這時機 喔我有看到我的車在閃 不好意思 我雙閃忘記關了 你忘記了喔 對對對 我錢是過來交是不是 對對對 喔好好好 我先拿錢包齁 好 你們看我是不是傻 喔還有單子 林婷也要拿單子 我什麼都不懂 十塊錢 十塊錢 十塊是嗎 有零錢嗎 沒有 我帶了一百的一張出來 有零錢找嗎 有嗎 十塊錢我去找一下 好了 正好有一個 好 可以了喔 從這邊出去喔 我安全出來了 哈哈 停在路邊 這都不是最糗的事情 我要給你們看一下 你看我今天真的糗到家了 看我的鞋 哈哈 啊 換掉了 剛上電梯的時候 突然發現鞋撥好走路了 然後我也沒注意繼續再走 房仲公安獎 讓我戴鞋套的時候 我一看 鞋看了 幸好有鞋套保護 要不然我走都很難走 回來找車都很難找 所以不幸中還是有萬幸的 對不對 你這叫盲目自信 好了現在回家 去跟小爸小媽討論一下 好啦現在去接弟弟放學 剛才跟小爸小媽溝通過了 好像有點不太近人 為什麼 因為小爸好像不太要來了 原因就是因為 家裡面的那個社區 現在在翻新改造 然後他好像有擔當一些職位 如果說一下子走幾個月的話 可能還不行 再加上之前我的那個 撫養權官司 就是撫養費官司的事情 3號就正式開庭了 然後他想害怕 待會兒中間再出什麼亂子 再說在家先處理一下這些事情 所以這次只有小媽過來 然後小媽說 如果她一個人過來的話 家裡面擠一下又沒關係 說就將就一下不用再花這個錢了 不用擔心她住不好 只要開開心心的就可以 住的地方都沒問題 讓我們不要多想 所以現在跟老蕭決定 暫時放棄這個念頭 雖然說想讓他們好一點 但是目前還得努力一下 才會有這樣的條件 沒關係啦 就怎麼樣了 算是好消息對不對 我不知道你們開不開心 肖爸不來了 肖媽來 弟弟啊 你不來了 有沒有小媽媽 媽媽抱抱 弟弟啊 你成功了對不對 誰棒棒 弟弟誰棒棒 我棒棒 解決棒棒 你們兩個都棒棒 好啦我們回家了 好我們跟大家說拜拜好不好 拜拜 拜拜 弟弟拜拜 哦拜拜 分一個 一樓的 哦真棒 記得點贊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哦